直接问号牌局开场 谭轩这手牌 再死拽斗尾 哦!是野人吗?是野人 两个老对手的脚量 一万二 谭轩尻 来看看这手牌是什么牌啊 带问号的牌局 来看看翻牌 顶盾四五 还有张七啊 其实隔断了一些谭轩的 六七是吧这样的牌 没有打 拆克拆克 A4 23吗 谭轩尹的范围还是比较宽的 你不好说它是什么样的牌 两万八 下一万二 尻嘴尻 来看看和牌 哦,卡顺,单张成顺 512的地石还下多少 15000 很轻的数 靠 会输吗 不知道 不好猜,我觉得谭轩什么牌都有可能 不像头级,我觉得不像头级 谭轩最后这个价值打的 我是觉得它挺自然的 玩意也挺有创意的 A10是吧 不像头级,一看谭轩合牌打的 其实是有些创意的 打的比较创意 谭轩这牌也没有做那什么 平靠,没有3bet什么的 一般有创意的下注 都是那个有真牌的概率大 是吧 它那个5万的底石下1万5 大概这样是吧 它下注比较有创意啊 打个薄价值 像有真牌啊 谭轩这个比赛阶段到后半 后半段结尾这块啊 感觉运势开始好起来了 换位置之后可能好起来了 勾圈,瑞斯到1万 A4都有可能啊 靠3bet都有可能 要3bet吗 3bet 4万5 王哥直接foe掉了 哦,谭轩只输17万了 也人赢得最多 陈奕莎输得最多 哦,不是陈奕莎 哦,不是陈奕莎 哦,是陈奕莎 AK 啊 要被王哥3bet了 不知道会不会3bet 3bet的概率大一些啊 这回我靠你 他原来4bet 王哥没有推过 5bet都有可能啊 王哥筹码 这两个人都有点深 谭轩前面A10是call的 这把其实他A10 还是有可能call啊 尺度还是蛮大 就是有些大的啊 其实如果谭轩3bet回去 王哥如果再4bet回来 说实在就有点Olin的意思 也差不了太多了 哦,真的是 那什么 这里边4bet的话 其实再加住回去 就是再加住回去 就有点Olin的意味 也差不了太多了 是吧 再加住我就套匙啊 一定程度的套匙 推过去又真的有点多 后手有点深 300个大猫 300个大猫 深筹码 深筹码一般就是call的可能情况多一些 但谭轩他比较激进是吧 你对他再加住回去的 性价比会更高 但是由于筹码比较多 他风险也大 就有点这种局面啊 索哈嘛王哥 是吧 其实这就跟缩哈区别也不算大 是吧 这靠进去 这多少 这16万 差不多接近60万的地车 是吧 这基本就缩哈了是吧 翻牌之后一推 很有可能这样了 是吧 这不算好玩 这不算好玩 算了是吧 算了给了 探计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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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q 呦,其实陈一莎打牌,他也算是一个,不是一个打牌紧手啊,可能刚上这个节目,他打得有点紧,感觉上啊,其实看出来这个人也并不是一个紧手啊。 靠,玩一手牌,让我老板说实在有点吓人啊。 玩一下,九三同色。 来看,翻牌。 陈一莎被主导一点,但是他有位置啊,玩10Q也是结构牌。 小! 二二,不是六六七,三张小。 陈一莎没有试探性投一下啊。 都是盲住位,他有点不敢啊,两个人其实都是盲住位,他有点不敢。 踩壳,踩壳,踩壳,踩壳。 这不太好偷啊,A,B,B面。 这面不是太好偷。 na example,Mk County利用前面。 鞋积用力,几夫子或者是盲子那ip拿刀一贡!! 我也不太猛烤,你看,刀掉了点缩去。 哈哈,拖到itel policymakers没有 cages6CH B los pandemic。 这个王! 鉄东哥哥比为 radi 这鞋积 ha! 一波size拖开到一客。 短牌里边最差短牌 尻 要3Bit 感觉都可以啊 尻3Bit都可以 感觉要3Bit了 王爷 A4付掉 外元还爱昔 很可怕 尻刺 干一咯 能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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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刺 绝 爪 忘了 Kyle 好 不 不 工作 我自己正常想玩的玩 現在稍微環境熟悉了一些 跟我剛到廊房似的 就坑吃的在那學習 第一上半年考了個第七 環境熟悉了之後 第二年考第九 第四年級就不行了 就開始不學了,開始出去玩了 來張黑桃有沒有 學習吧,你塌下心就能學好 但是因為學的你都不感興趣 你很難塌下心 沒有興趣你很難去 能學下去 我只要一塌下心我就能學好 但是這個心很難塌下 我上高中那會兒學習也特別不好 所有科目全部及格 荷爾芬文理科了 我還學的文,我想好好學了 一下就從最差的學生 學到好班去了 最高的時候考到第四名 全年級 我後一換到好班之後 就專門弄出個好班 以前分什麼ABC班 後來專門弄個好班 前面有倆小姑娘特別好玩 我天天和那小姑娘鬧 我學習又加降到二三十名了 但我們學校不太行 學校有點差我 一年考上 喵的四個二本 哇,好帥 又發出一個隱蔽性很強的後門 名三條 二十萬的地池嗎 這條你演三條他不像的 不好賭啊 我跟你說這個不好賭啊 像陳一莎前面偷過機 被看見了偷彈旋 彈旋 彈旋想半天 靠 半尺嗎 看看下多少 這個時候 薄價值 說是這麼大風險也蠻大的 因為你嚇得清 別爾瑞斯你 你會有點不太好判斷啊 不知道會不會跑 這手拍就不太好說了 跑的理由就是 陳一莎是一個整體上還是一個 偏穩的人 你知道嗎?就是女性拍手 女性拍手一般做動作的時候 他可能真的 真牌的概率更大啊 那你要瑞斯他的 別給我面子 啊 梭哈他啊啊 不用給我面子 梭哈王格 這梭哈起來非常舒服 王格搭個梯子 這個梭哈就非常不舒服 如果王格不搭梯子 這梭哈起來也還行 但是多少有那麼一點點 稍顯大是吧 王格搭個梯子 梭哈起來很舒服 這牌可能 不是這牌可能還是能跑啊 還是跑 這牌太乾燥了 就這牌你沒法扮演大牌 你說是吧 這牌沒有大牌 你們要扮演 就是偷雞的人 他不會找這種不嚇人的面 偷雞 這個面唯一嚇人的就是倆酒 這個兩個酒 還是最後出來的 是吧 這個牌面就這倆酒有點嚇人 是吧 你要是偷雞的話 這個面不嚇人是吧 你就不會去 在不嚇人的面去偷雞 從這一點上而言 也是有助於王格跑啊 但是反過來是吧 這個三條九真的隱蔽 反正這手牌 總體上而言吧 是吧 不好說 說實在說了半天不好說 確實不好說 這個牌也確實隱蔽 王格這手牌 他有點自信了 你知道吧 確實也不怪王格自信 那後門名三條 是吧 很難防 也不怪王格自信 他確實是 這話怎麼說呢 確實是領先的 最後才落後是吧 他前面判斷 因為他的信息 都是來自於合牌之前 是吧 合牌之前所有的信息 他是領先的 他確實是領先的 確實到合牌之後 他沒位置嗎 是吧 他先行動 對吧 他利用他之前的信息 他是領先的 跑跑跑掉跑 王格還是很漂亮的 瘦掉了 看什麼 檀軒想看看啊 不給看嗎 有點不想給看 檀軒牌抓手裡邊了 牌是我的了 不給看也得看 檀軒還是沒看 檀軒還是有素質 你知道吧 檀軒要想強行看 可以看是吧 但檀軒沒有強行看 他把牌 被握在手裡了 他還在詢問對方 能不能看能不能看 強行看 他一翻是吧 就看了 對方可能也不會 太怎麼著是吧 但是檀軒一面再問 能不能看看 能不能看看 不想看就不看了 很想知道是不是投機啊 沈玉莎這手牌 贏下來還是挺高興的 其實確實是沈玉莎不一樣看好 要看見是真牌其實不利於他的打以後打架值是吧 我偷了他第三 country 也都沒偷掉他 他沒有偷了他 他偷了她 偷了一個前科的 偷掉他的 偷掉的 偷掉了 偷掉了 玉莎媽家 手 手 薯提 酒勾銅 Tho A.K 小鮫 什么小笋样 老三相遇了 谁是老三 老三之战 老大A 老二KK 老三是AK还是QQ 说实在我觉得AK他不如QQ 我的AK同色和QQ可以争一张 AK杂色肯定不如QQ的 这个不要命的A3 来了一下 说实在汉子老板 如果再加注 安迪会多少有点蒙圈 这野人不太信任安迪 你知道吧 野人觉得安迪有很多抢盲的性质 他有一张A 什么他又是铜色 他加注一下 四拜特 四拜特吗 大概率有四拜特 这么好的四拜特条件是吧 是小盲瑞斯 大盲在家住 这对AK很好 他一个四拜特的机会 两个人都不是强范围的位置 这里边有很多可能抢盲 他又是这么强的牌 底下此前又这么多 他又有最好的位置 所有的条件都适合他做一个四拜的 他显得小大牌啊 没有 尺度很大是吧 135,000 安迪有点蒙圈 这怎么 什么情况 不是外边有AKK吧 而且野人的筹码比较深啊 这什么情况 QQ是最难打的一手牌 我跟你说 你看现在难打吧 要浮雕吗 QQ是全世界最难打的一手牌 你说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判断 你怎么判断是自己是领先的 还是落后的 可能依据于是盲住位 是不是值得尻一下 因为全是盲住位的较量 这里边UTJ位是 Striado位 依据全是盲住位的较量 是不是可以尻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凹链回去 也是有点莽装 加上后边有一个67万的 这么深的筹码 然后你尻进去 再获得多点信息 是吧 要是AK枪口位 QQ枪口加1位 后边再有个人 这么操作 可能秀秀 他很难办 这三个位置全是盲住位 小盲大盲死Striado 可能偏向于尻一点 这个角度 他是不是有道理 是的 正确 Kentrack他 看这衣服加那个字母 真的像生日蛋糕 看看人观察观察 哇 有点吓人 你要说实在的 很自信啊 哎呦 收脸 人都好像这个摄像头 是吧 但是你看照片也是 他就是脸长啊 有点那个 这也是不叫鞋娃子脸 这什么鞋娃子脸 我这是正宗的猪妖子脸 不过赵本山 确实是猪妖子脸 他这么说 他更圆一点 尝 尝好一点 没必要加注不太好吧 野人其实还是挺放松的 野人不管你怎么操作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还是选择奥链啊 AK应该会接啊 野人他比较轻松啊 小叔五万 五万也不是钱了 一把牌的事 跑马 85万3000 刀 有这个钱对我来说 就完全的财富自由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对财富自由的理解 就对大多数人就是你有房 是不是 大概有房有车 还是你的钱还不用就是为看病呀 你为看病什么呀 是吧 这些东西你不会有困扰 是吧 就大概这样 看病呀 或是你想吃啊 想旅游 出去一年旅个游 旅次游啊 你玩得什么重病了 你也不怕 这大概率就是财富自由了 跑三次 再完全一点的财富自由 就是你再有钱 就慢慢自己不奢侈的生活 是吧 你不用挣钱了 你后半辈子也够不奢侈的生活了 就是大多数人 好像就是完全的财富自由 10 高 90 高 圈 K 真的90 高圈K 我扎一看 我以为是10 高圈K 他一看不对啊 这是9 90 高圈K 这K 又有个胜率就高了 哦 又发出K了吗 好打呦 怎么又是你 哦 哈特 绝胜负了 这手牌绝胜负 这手牌是谁输谁赢 看Simon 发出两张K了 不能再发出张A吧 三张A 一张K 两张红桃 一张方片 没有方片再出来了 没有方片的花 也没有12345的顺子 Andy要赢啊 88对12 喝啥 没有 Andy赢下 两份 分三份赢两份 一份不到30万 赢50万 他拿50万 他拿30多万 要输11万 这边输11万 说实在的 跑三次对核冠而言 他会麻烦一点 咱倒倒带 两份比个高 是吧 也人赢得最多 谭轩 输一点啊 前面那个四拜特 是吧 三拜特四拜特 被被那个王格 是吧 这个 泡泡老板镜子小了 也带个那么大的蛤蟆镜 镜子变小了 A10 三拜特 这十三拜特还不错 这种机会啊 K8 不太好玩啊 K8 不太好玩啊 8 8 8 6 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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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哈有没有 梭哈 没梭哈 野人是草花吧 决了眼神是草花吧 转牌是一个 偷鸡很好的机会啊 汉子老板 现在只能中柱投机了 咱们上帝式角而言 只能中柱投机了 汉子老板也可能放弃了 但是半池 我觉得 半池 我觉得尻 概率也 还是偏大一点 上帝式角而言 但第一式角 我觉得也能 下个笔物 半池投机 尻尻尻尻尻 赔率很好 汉子老板有点过分了 你老三拜特野人哥 他老板这牌 也可以翻牌就放弃的 翻牌有点 不太适合投机啊 一桶 一桶 你不能关闭 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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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 三四有必要吗 没必要 K3 没玩 3人抵持 看翻牌 5狗Q 这是Day 2的 咱们应该是最后一天的节目了 这视频要结束了 1万8 1万8 浮掉浮掉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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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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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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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太好办 6万怎么样 下个三分之一地址 野人会跑啊 谭轩呢 下个重猪啊 也不算重猪 就是比咱们说的重啊 9万 谭轩呢 谭轩会不会忌惮安迪啊 我觉得以谭轩的兴趣 他不会跑 他可能会忌惮安迪 这下一个半吃啊 安迪 想快刀斩乱麻啊 他这牌不好打 想重一点快刀斩乱麻啊 赶紧不立位置 把一手牌打完 其实这种牌安迪有点没有困难 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了 本来他靠进去很舒服 是吧 这高圈同色 他靠进去很舒服 他要瑞斯一下啊 哎呦 这这牌真是天命啊 安迪天命 这肯定要偷了 这偷会赢下这个地址 这天命牌你知道吧 上帝十九而言 天命所向呀 运势很好 谭轩赢不下来 这不可能不打 你知道吧 这牌发到这了 你能不打吗 谭轩又是COA 其实他可能想放弃 想这么久 他有点可能想放弃了 但A逼着他打 这张A在逼着打 拿个鞭子 抽必须打 这点这个意思 你知道吧 谭轩瘦掉了 有A有K 他不太好考的 谭轩这能靠下来就厉害了 我觉得不是太好考 这个柱也不算重啊 但是由于底时很大了 其实这柱也不算轻 是吧 哎呀 谭轩很怀疑他 还挺是敏锐的 谭轩一直到有问题 那两张牌对谭轩太不利了 我看安迪想那么久 就稍微想得有点久点 他没那么吓住 没准他想 他是有点想算了 你知道吧 这牌对安迪太有力了 你知道我这牌法的 天命所限 其实大概率 谭轩要赢下来的 你知道大概率 他要赢下来的 发张A 运气确实 运气确实 安迪手牌运气特别好 你不偷都不行了 你三拜特是吧 你三拜特发出K又发出A 都在你的强范围里 夜人受不了了 夜人困了 时间十个小时 是有点大的久 夜人要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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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玩 他已经精神状态 还要玩吗 精神状态这样了 哪有这种牌 我肯定打三千 是吧 我肯定不会 不管你怎么牌 有开高和贴子送给你 呵呵 真的 好我的本 这回不三拜的了 靠这种牌 靠进去就很舒服 五六七八 打一枪 靠一下还是 拆克瑞斯 靠一下的 给力大一点 转牌 在谋球 拆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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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拆克 这牌 我觉得 八七八 没有必要下注 因为他下注 别人 瑞斯 他会有这种风险 不过这种情况 应该会 尻尬 炮弗老板 也不太会 瑞斯 因为刚才 底势不大 别人下注 也不会 这牌面 也很难 下很重的 出 Easy call 下阻止住 有被瑞斯的风险 包括一些买牌失败 他是不是装卫 买牌失败 他瑞斯你转偷机 给人搭个梯子 都有这种风险 反正底势不大 你过牌 别人下注 也不好下 很重 还有多久 还有这么长时间呢 算了 看错了 还好长时间